鸡杀为胡歌澄清 T位俩人关系大揭秘 曾多次合作 近日娱乐圈发生了很多大新闻 其中蒋进夫家暴一事 还在持续发安教练当中 值得注意的就是胡歌谈蒋进夫一事 获得了无数人的关注 正因如此 胡歌遭遇到了舆论的向导 被不少人吐槽 对此当事人金沙做出回应 那金沙和胡歌什么关系呢 金沙和胡歌的关系怎样 下面来了解一下 据悉金沙和胡歌在神话香格里拉有多次合作 可以说关系很不错了 香格里拉是由蒋家俊指导 著名演员胡歌王立可 金沙扎西顿珠连魅主演的民族风景电视 剧中金沙饰演藏族女孩何梅 单恋胡歌饰演的扎西平措 不过两个人最终并没有在一起 而两个人还曾在2010年拍摄古装电视剧神话 金沙在剧中饰演了善良的吕扎尔小姐 胡歌饰演的一小川发生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瘧烈 近日胡歌早年在综艺节目的访谈片段被泛出 胡歌在该节目里称 在剧组曾经踢了金沙的背 并说这是一个缓解排气压力的方法 结果领藏网友热议 12月1日金沙在微博发长文恢复 回应此事称 应该是为了综艺效果 老胡和顿珠同学说话用词不是很准确 并表示我走的点慢 太慢的话就会不断的卡重来 所以他用脚轻轻的碰了一下我围骨附近的位置 长文的行中还写着 我在前方承受多数力量 他这要踢我的话 我会站不住跪下的 担架早就会翻 他会掉进金沙江里